你人难产即将性命不保 产婆却强行将产妇抬到一头老牛背上 产妇顿时痛得撕心裂肺 产婆却小声低呼着 这都是你婆婆的意思 只保小孩不保大人 做鬼千万不要来找我 只见产婆拼尽全力按压产妇的肚子 准备把孩子给活生生挤出来 经过反复挤压后 孩子终于出生 可产妇却一命呜呼 丈夫看着妻子离世很是悲痛 可婆婆却说孙子保住就好 媳妇我们可以再娶 产婆说到我儿子是干殡葬的 要不你媳妇的丧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大家都是相礼相亲 我让儿子给你打个八五折 阿花婶在当地接生技术一流 可接生的手段却非常残忍 只要钱给到位 无论孕妇有多难产 她都有办法接生 有钱就能活命 没钱就草菅人命 然而这种缺德是做多了 总会遇到些怪事 就在这天深夜 阿花婶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所惊喜 一名阴森的男子急匆匆地找阿花婶去接生 通过打量 阿花婶感觉对方应该是有钱上瘾 便立刻拿上包袱出发 可随着越走越偏僻 阿花婶感觉有些不对劲 有钱人家怎么可能会住得如此荒凉呢 她认为眼前的男人 付不起自己高昂的接生费用 就准备离开 却被男人拦了下来 男人说自己有钱 而且还有金戒指 可以给你作为酬劳 一听金戒指和钱 立马换一副嘴脸 赶紧收好钱财和金戒指 顺势咬了一下看看是否真的 确认过后 马上就开始接生了 就这样女人很快诞下男婴 随后准备洗手 不料被告知他们刚搬到这里 目前还没有通水 阿花婶便拾起一块带血的毛巾擦起来 然后随手一扔就走了 回到家后 阿花婶想着自己可以安稳地睡觉了 不料刚躺下去 就听到敲门声 没办法只好开门查看 打开门发现竟然是那对荒山野外的夫妻 他们表示被人追杀 怕连累孩子 所以想请阿花婶帮忙照顾他们儿子 自己过段时间就来接儿子 阿花婶自然是拒绝的 可当男人拿出大金链子 瞬间就变了态度 连连答应自己会好好照顾孩子的 可没想到半个月过去 孩子的父母却秒无音讯 于是他打起了抛弃孩子的准备 没想到不管孩子送到哪里去 每到晚上男婴都会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回到他身边 这天他路过王家门口 发现贴了一张告示 告示中表示 本地的大财主阿雄因无法生育 所以想收养孤儿来继承家业 村民们都在议论纷纷 说这个阿雄心狠手辣 不仅杀了自己的老板 甚至还夺走他的家产 简直不是人 但对于阿花婶来说这都没什么 反正这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 到时候还可以大赚一笔 于是他心一横 带着孩子找到阿雄 说这孩子是个孤儿 阿雄一听是孤儿顿时没开眼笑 当即决定收养这个孩子 结果回来的当晚 阿花婶总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 一扭头竟是婴儿的父母 心虚的阿花婶只能谎称孩子在亲戚家 同时得到了一个尴尬的消息 阿雄竟然是这对夫妇的仇人 阿花婶这时紧张的直打哆嗦 只好谎称自己这段时间忙 便让隔壁村的亲戚帮自己带几天孩子 还特意让这对夫妻放心 自己一定会照顾好他们孩子的 转过头就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跑路 就在他开心的整理钱财时 竟发现五张名币 名币中还夹着一枚戒指 他回想起给那对夫妇接生时的场景 意识到男孩的父母恐怕不是人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带着儿子二狗 一起来到了当初为夫妇接生的破屋 谁料昔日的破屋居然变成了坟场 阿花婶又从墓碑上 看到当时被自己扔下的血毛巾 瞬间被吓傻了 赶紧拉着儿子跑路 没想到被鬼夫妻拦住了去路 鬼夫妻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伤害他们 只想看看自己的儿子 二狗无意间透露孩子不是送人了吗 阿花婶想捂住他的嘴却来不及了 鬼夫妻听到孩子送人了很是气愤 询问得知儿子竟还被送给了自己的仇人 随后两人把王贵怎么害死他们一家 并霸占他们财产的事说出 就在这时鬼夫妻当即跪下来 祈求阿花婶把自己儿子抱回来 阿花婶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凭借多年照顾孩子的经验 成功混进了阿雄府中 给婴儿当起了保姆 由于长时间没见到儿子 鬼夫妻想悄悄来看看 不料刚好被失眠的阿雄在门外发现 竟看到婴儿漂浮在半空 顿时吓坏了 着急地来到房间 就在这时鬼夫妻附身阿花婶身上 下来为了疼爱的爱子 阿雄直接将护身符扔出 鬼夫妻随即现身 拿婴儿威胁阿雄捅自己三刀 没想到阿雄为了养子竟然真的捅 要是他知道婴儿是小夫妻的 估计会当场气死 阿雄老奸巨猾 捅自己第三刀石 他洋装倒地拉开了窗帘 此时恰好天色大亮 鬼夫妻只能仓皇逃离 第二天婴儿就病危了 阿雄得知后十分着急 经过大夫查探后知道婴儿的气血很虚寒 卖搏也越来越微弱 现在这种情形要花不少钱 阿雄丝毫不在乎 不仅将自家的米店卖了 甚至还要将家里的这栋房子卖掉 说钱没了可以再挣 但是儿子就一个 为了这个儿子他情愿倾家荡产 甚至扬言要为鬼夫妻立个牌位为他们超度 隔天就让阿花婶和二狗带着家丁挖坟 接着两人拿着装有鬼夫妻的尸骨坛来到阿雄家 可是到了以后才知道 阿雄这个阴险小人根本不是为他们超度 而是要鬼夫妻的魂魄灰飞烟灭 阿雄递给阿花婶一个大红包做奖励 阿花婶虽然很贪财 但是他知道这种不义之才要不得 随后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 拼死抢过婴儿和法师手中的宝剑 在和阿雄争承之中 婴儿和宝剑一起被抛向天空 万万没想到 阿雄爱子心切迅速接住了掉下来的婴儿 与此同时 宝剑落下也正好扎进了阿雄的心脏 让他当场一命呜呼 自从阿雄死了之后 阿花婶也明白了很多道理 看淡了很多事情 性格也是来了个360度大转变 他不再将钱看得那么重要 四处免费替人接生 希望可以洗刷以前的罪孽